宜兰县长林子庙先前设臂遭约谈 国民党前立委杨基雄的儿子 更在脸书爆料 林子庙曾设会选争议 跟自己父亲有关系 杨基雄的儿子杨启明 2月8号发文写下 林子庙先前选罗东县议员 报会选就是我父亲杨基雄害的 用2000多万现金 买厨房用品送给每家每户 一审判有罪 二审我父亲再收买判无罪 虽杨启明不愿受访 还赶紧删文 但这篇po文被民进党立委转发 引发关注 杨基雄在异兴旷业里面 他是担任常务监察人 董事长是林子庙的大儿子林一宏 那里面有一个董事林一林 是林子庙县长的女儿 所以他们两个有事业上伙伴的关系 选举方面他当然是大力支持他 虽然绿云在地立委也指出 林子庙家族跟杨基雄有事业合作关系 不过查询林子庙十几年前 曾卷入的汇选案 并非杨启明指称的厨房用品 而是电风扇事件 按照法院判决书 当时林子庙涉嫌送给选民一个三百四十元的直立式电扇 涉及汇选一审被判有罪 判十个月 尺多公权三年 不过最后跟二审改判无罪 针对杨启明发言 求证一来县府回应不属于县府业务 不过杨启明母亲则发出声明 强调杨启明情绪时好时坏 不稳定 言论偏颇 对于不识言论 伤害到当事人至上最沉重的道歉 三线前红西 郑海中 一来报道 我们来看到年底